特權法的第三條說 法庭或議會外的人 是不可以插受干預議會內的事 尤其是議員表達言論自由 雖然我們很多其他議席規矩都好 看到暫時不用或者不被濫辱的時候 大家見識過那麼多我們立法會的混亂 遠遠超過特權法裏所保障議員的言論自由 二人去到已經有刑事罪行的政策 關於令到議會被終止 是關於妙事罪來的 任何人在議會裏面阻礙議會的進行 這個本身是有可能構成刑事罪行 議員不遵守議事規則 走出去示威等等 如果全部都是和平的 或者是完全沒有刑事成分 這個是法庭不會插受干預的 亦都干預不了 你拳頭先動 你拳頭先動 無論是梁國雄議員也好 黃宇敏議員也好 如果非建設人士 他們真的完全不懂得玩遊戲 他們真是禮真 動不動就衝得很重要 現在變得好像常態 廣告市可能是投票才這樣做 現在就不是一開始就做 隨時做 任何時間都做 不斷做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做多些事呢 但是現在去到太過分的時候 也有太多聲音要求立法會 那段反戰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明白到 更加多的詞文 希望香港的立法會 恢復反戰 有一個正軌的 有一個秩序的 有文明的議會 暴力跟黑文明的有關 tuned